纳荣发说,家两位被困人员,在下午五时四十分左右被救出,而第三,第四位则在晚上七时四十分左右被救出,当天的救援行动获得巨大成功,每名被困孩子带着防水面罩,有两名救援人员护送出来。 纳荣发说,被困人员的精神,身体状况较好,天气,洞内水位及医护人员的准备情况都是最佳状态,救援时间比预计的十一个小时等了许多。 他说,下一批被困人员,将在二十小时以内开始转移,具体情况需时被困人员身体状况而定。 八日救援行动结束后,指挥组、救援组、医疗组及直升飞机、救护车组等,都将开会总结经验,并讨论下一步救援计划。 13名外国潜水专家和5名泰国海军救援人员,在8月10时左右进入沙洞,开始转移被困人员。 此外,来自泰国、中国、澳大利亚、美国和欧洲等地的90多名救援人员,则分布在洞口到洞内安全营地之间,使用绳索系统协助救援。 12名年龄在11岁至16岁之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一名教练6月23日,进入侵了一处沙洞后失踪。 泰国国内外一千多名救援人员进行了进视天的搜索,于7月2日晚,在制洞口大约14公里处找到他们。 连日来,被困人员一边恢复体力,一边接受洞穴潜水专家的潜水培训。 泰军方官员透露,救援人员可能需要两天至四天,才能将所有受困人员转移出动。 来源新华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